大家好 欢迎来到书画大观园 今天给大家介绍 唐代李思逊的江帆楼阁图 卷本设色 总101.9厘米 横54.7厘米 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李思逊 唐代书画家 自建县 一座建井 隆西迪道 金甘肃省临桃县人 唐宗氏 以战功文明于时 曾任右五位大将军 左宇林大将军 士称大李将军 公书画 由上画山水数十 比例求尽 格调细密 后世尊为北宗之祖 图绘春天 游人踏春的景象 作者以俯瞰的角度 江山 树 江水和游人融会一处 江上泛舟 山中树木茂盛 游人穿梭其中 远处江水荡漾 几叶偏周漂浮 近处林木葱裕 楼阁庭院若隐若现 颇岸上游人穿行 其意境 眷勇其尾 用笔求尽 风骨俊俏 色泽云静而典雅 画风精密严整 意境高超 比例刚进 色彩繁复 独树一致 这幅画就介绍到这里 请欣赏完整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木茂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木茂盛 字幕志愿者 杨树木茂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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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